欢迎来到了美好分享 Praya 酸抗精华 3.0 它可以帮你抗糖抗氧 很清爽的感觉 自带胸电的背心 我也是 在那边 来来 化妆最重要是什么 上等体 它的遮瑕度会更好 梦寐以求的 戴森S-ray 可以给我把话讲完吗 哈啰 大家好 刚才我买美好 我叫卡比巴拉 卡比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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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这个很可爱的发裤 是Alan哥买来送给大家带的 很Cute哦 我如果全程用这个 拍视频你们觉得OK吗 OK 哈啰 大家好 你好 还好美好 做大家好 跟美好跟亚提 欢迎来到了美好分享 今天有什么好物呢 等美好Jack 告诉你吧 第一个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发现 Facial丸的时候 我们脸不是 哇 亮啊 可能过几天就很暗沉 或者是我们可能早上哇化妆飘飘亮亮 白白嫩嫩的 但是一到下午或者是傍晚 就开始暗黄脱妆 我基本上有这个问题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粉底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皮肤基底做得不够好的话啦 它也是会导致暗黄啊脱妆这样子 不只是这样 好像平时我们喜欢熬夜 我们在看谁呢 看见你 刷手机追剧 工作你不讲 可能是工作 可能是 饮食习惯 比如说喜欢吃碳水啊 喜欢吃甜品啊 马来西亚很热嘛 外面很流汗 流汗了脸上又有那些油脂 油脂又在我们的脸上氧化 然后就导致我们可能皮肤 暗沉啊 拉黄啊 这样子 如果你们有以上这个问题 该怎么办呢 别担心 全新Praya酸抗精华3.0 可以帮到你 谢谢缺影 它可以帮你抗糖抗氧 阻挡外来的攻击 什么攻击 狗狗狗狗 它里面的成分呢 可以帮我们抗氧 可能你吃甜食 引发你的皮肤有痘痘 它都可以帮你解决 再加上它这一只东西 你不用担心来查之后 万一有一天你没有查 它会打回原形 这只不会 它是真空分畅来包装的 它刚开始它颜色不是orange色的 它是有点浅浅的米色这样 所以你要用之前呢 你首先要激活 按一次 然后你就看到它的精华流下去 然后你开始摇啊摇摇 好像new shape这样摇摇摇摇 你就可以用了 而且我觉得它这种密封式的包装很好 你可以收很久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精华氧化 激活了它的精华之后 装回去 小小一只你就可以带出门了 来给你们看看 它的质地 它好像水这样子的 看到吗 很容易吸收 最重要是不会黏腻 很清爽的感觉 它是温和不刺激的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朋友 都可以使用 那通常呢 我用它们加精华之后呢 我会再搭配它们这个 Proya圆力面霜 2.0版本的 而且它修护 抗老 一瓶二瓶 一听到抗老 我就 哈哈哈 修护 因为我们平时有时候去洗脸啊 或者是可能我们自己移压脸上的痘痘啊 那些红肿啊 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来急救 过了某个年龄叻 你就觉得你的脸开始下垂 然后细纹什么纹什么纹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叻 你就知道你需要抗老了 这个2.0的版本里面的成分 可以帮你重组胶原蛋白的 我没有塞里叻 看到我的脸吗 看起来像十八岁 耶 它们家是有两个版本的 一个是适合油皮的 一个是适合干皮的 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啦 你就用它们家的 Original Repair Light Cream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干皮的 你就可以用 Original Repair Moisture Cream 大家如果有兴趣购买来讲的话啦 我会把link放在Description 大家进去看看咯 第二个东西要分享就是 很多人其实问我用什么化妆品的 因为太多了 我就下一次再一一的介绍 但是呢 我们化妆最重要是什么 对 上粉底 哈哈 美丽 可能很多人在纠结 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粉底液嘛 买怎样什么牌子 类的适合自己的肤质 今期内我最爱用的那两款 今天就带给大家看啦 就是个Lang & Lancome的粉底液啦 我跟你讲 超好用的 而且刚开始我在小红薯 看到那个Lang & Lancome的粉底液的时候 那时候它不是有那个黑色盖的 我就去Lang & Lancome那边问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皮肤干的话啦 就比较不适合用 就可能你会卡粉之类的 他就推荐我用这个 里面是有精华的 所以你的皮肤咧 就可以有滋润 同时又可以上妆 看到吗 它流动性也是蛮不错的 你看它很像Cream这样一抹就推开 粉底真的不需要用太多的 你用一点点让你上妆轻薄 反正你用到太多很厚重 而且它这一个粉底液 它是一盒的嘛 里面它是有刷子 就给你上妆的 不太习惯用啦 我就用粉铺 它不会还没铺开 它就干掉 你看它还是很滋润的 然后通常咧 我就会用这一个粉铺 其实你买任何的牌子都可以啦 就算你觉得用上去就是服贴就OK了的 然后建议你们就是要用之前 你们先喷一点点水 轻轻拍叻它就可以很服贴了 然后另外一款叻 也是很滋润的 你们可以用 Glan 校兰 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叻 它是有分牙光跟Glow的 有24K那个黄金在里面的 保湿啊 滋润 而且它遮瑕度很不错 可以提亮你的皮肤 持妆一整天 Glow跟Matte的包装 你很明显看得出的 Glow就比较亮点了 Matte就是这样子 无面的它包装 这是Matte的 给你们看看它的粉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介绍这两个吼 它的流动性真的不错 用一点点就好的 Balm的我 对 尤其是你去冷天的国家 你的脸不是会很拔干的 所以我们用这些有serum 有精华在里面的粉底液叻 就会看起来你的妆很干 脱妆这样 对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Glow的 Glow我就挤在这边 看到吗 它分别 Glow它的测液比较 Glow一点的 哦 然后这个就比较水 对对对对 现在我没有上粉底液 我觉得很不值赞 马上先上粉底 一般上Lancome 一般上那个Galat 我们现在用Lancome先 虽然说它里面有serum了啦 但是呢 习惯就是 放了那个粉底液了之后 然后我再加我的 Drunk Elephant的 Marula Oil 让我的底妆更滋润一些 一滴就好咯 然后就均匀的混合 推开 然后勒 我讲上我的粉底勒 我都是这样 薄薄的一层 然后勒 你就可以 轻轻的 拍开 遮瑕力我觉得还蛮OK的 刚才我这边不是有一些 泛红的地方咩 它就可以遮住了 自然自然 对 像一半的脑子 粉底液勒 我就可能会选我自己 皮肤的颜色在81号 因为如果你选回你自己的皮肤颜色 差了没有差这样 所以 把一点 是尽强的 好了 感觉上个粉底气色就很好 对对对对 我自己本身如果我没有上粉底勒 我就可能样子会比较累累 可是上粉底勒 因为它让你的肤色均匀了嘛 所以你看起来比较有气色一点 精神一点 现在呢我要用Gelan粉底液 Gelan的粉底液是如果你的黑眼圈 不是很明显 其实咧 你就不需要用遮瑕了咧 打麦 出来了出来了 没有出来了 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没话呗 这个呢 就是Lancome粉底液 这边就是Gelan粉底液 大家看看有什么分别 你们两个看 遮瑕哦 遮瑕 就自然 对 如果讲到遮瑕来讲的话 这样Gelan它的遮瑕度会更好 浅浅的痘印啊 浅浅黑眼圈的话啦 它也是可以遮瑕的 真的是一点点 你就可以上完整脸了的 然后如果比如说你们上飞机 赶时间来讲的话啦 我本身是用这个 Dio Beauty的这个粉扑 我觉得不错 你按了之后你要快点拍开 因为你在飞机上哦 它比较干 所以如果你不马上拍开来讲的话 它会干在那边 所以你就一抹了你的粉底液 你的髮型 帮你凝造出这个oso眼妆 因为有时候你可以不要化妆 但是你要你的肤色均匀嘛 就可以紧急地化 因为有些人的皮肤 其实也没有蜡黄啊 还是有些人的皮肤也是美美的 可是他们就在有那种妆感来讲的话 这个 不错 我回来了吗 回来了 已经回来了 谢谢 第三样又有什么好料的东西呢 就是 哇 这不是什么东西 今天要介绍这个东西 是很多女孩子 夢寐以求的 做夢裡抓住拳頭是想打我嗎? 欸 怎麼會看到她呢? 是因為 我剛才已經 為什麼會看到倩妮呢? 是因為 很想念我了 可以給我把破獎王嗎? 我一定要回答 是因為這個東西 是女孩子都很喜歡的 是為我而生的 就是這個啦 戴身的Ashred 對啦 她也是被我種草了 這個戴身Ashred 跟大家說這個是不是賣到缺貨 不懂了 不懂了 哈哈哈哈 我們在IG就有介紹過的 猴帥蕊 這個戴身Ashred 它又可以吹頭髮 然後又可以同時幫你吹頭髮 跟拉直你的頭髮 非常容易操作 她可以幫你吹頭髮 同時又可以幫你吹頭髮跟拉直 就是吹的同時可以夾直頭髮啦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熱氣嘛 現在呢我就教大家 如何使用這個 Dyson Airshred 如果你沒有打開來講的話 它這樣子就是吹風筒嘛 你這樣子打開來講 它就可以夾直你頭髮囉 這邊只有五粒Button罷了 開關按這裡 然後這邊可以調溫度 它有三個溫度 五百四一百億跟八十 百四可樂 風嘞 嗨 或者是露 然後這邊呢 冷風 大家 你們看到它沒有聲音哦 不要嚇到 如果你沒有夾它 它知道你暫時沒有用 然後它也知道我現在講話 它就shout out 你dry hair勒 就是你沒有頭髮試試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 你現在頭髮試試很像它 這樣落湯雞勒 你就可以按這個mood 我們現在來按大風 看到嗎 現在頭髮是shout shout的 看 滴水一根 看到嗎 頭髮幾毛招 哈哈 而且啊 一點都不會tick 你的假面在地水 What 欸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它的頭髮 你知道嗎 假面在地水 而且這個哦 完全不會燙手 因為它裡面沒有燙板的 哇看到嗎 哇 那有光澤哦 它不會很像 咬頭髮 頭髮毛罩 嗯 假設今天你們不想要夾頭髮 你們只是單單要吹頭髮來講話 關 WOP 看到嗎 看到嗎 after after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麼弄我 啊 哈哈哈 before after 這差很多啊 看到嗎 穿黑色看不到 聽嗎 嗯 有啦 明顯好不好 這邊很毛髒 看到嗎 怎麼看到 哈哈哈哈 你看我們用了這個 air水燙子之後 它這個漂的地方 滑滑的 哦 很有光澤 這麼刺激摸我的胸 你自己展示 你變態 什麼啊 這樣子展示罷了啊 現在我們轉去 dry for dry person yes 對 成人他們一定要辣的 對 對對對 哈哈 簡單操作 垃圾爆 這個成人沒有給你炸 你看 看電話啦你 沒有電話啦 OK啊 哦 嗯 吃了嘍 就看到那些 dry 他們就 誒很直耶 你看 很直下來 是不是 超常出門 gap一下就好 真的 而且很快 很麻煩 現在吃了這個 之後呢 它就會去入手了 沒有嗎 你不是要拼他了 你拿過分這個給我 Alan還要拼他了 第四個要介紹的是 UNICOR 我的二手衣服 哈哈哈哈 這個是UNICOR 自帶胸墊的背心 每個女生跟我來十幾件 不要講一件十幾件 因為這個 這個真的超級無敵好穿 我身上穿的這一件 也是 不是也是哦 真的嗎 來 來 哈哈哈 來 我忘記了 因為它有很多顏色 對 啊 哈哈哈 但是我啦 36F啊 欸它的那個背心 背心咧是有分 長短的 我這個灰色的類似可以塞 對不對 配上 對 穿了這個背心之後 不太想要穿 內衣 它這個是灰色的嘛 其實咧它有那種條紋的 然後它有黃色那種 不是有看到咩 很美 然後很想 每一個都來一間 因為真的真的 夏天 就穿這個背心是最舒服的 然後咧 那天我在那個香港的時候 我買到這個 哦 這個很好看 哇 我一看到的時候 買 因為我這樣摸 哦 我一摸了 哎呦 然後它是這樣的 它這有點像 Sport bra 它裡面的胸墊是不能踩的 欸我覺得更好 因為有時候 Sport bra 裡面不是有塞那個嗎 啊我怕擠一洗下 欸 那一片東西 在那裡 在那裡 在這裡 我的媽媽拿去丟掉 哈哈 現在是什麼 粉撲 他可能以為是粉撲 用過了 哈哈 丟過了 然後咧 你看 新買的都還沒有拖掉 這是你從unicode投回來的吧 哈哈哈 什麼啊 這個還不是送的咩 送的 你可以帶回來的 你可以帶回來的 哦 還有那些無缸圈內衣 它不是也是有掛著 你可以整個買蛋的時候 你咚咚咚咚 就可以回了嗎 這個是不是跟你一樣的 嗯 這個 白色 我跟你講我很多這樣子的 比如說可能我今天這個洗腰 我還有另外一件 然後還有一個呢 是細肩帶的 這邊是Aerism的 你流汗的時候哦 它很容易蒸發 不會就涼涼的 很容易蒸發 它弄到這個布的時候哦 它很快趕 它很快趕 就蒸發啦 對啦 整發 那變成圓樓下雨 哈哈哈 考學課咩 你怎麼整天跟我作對啊 小姐姐 拿這個送你 你不要吵拿去玩 哈哈哈 而且我家裡其實還有的 我還有一個是那個條紋的 就不知道放在哪裡啊 大家就去unicode看看吧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我這個也是在香港的 unicode 我看過這個咧 這個Aerism 它後面沒有扣的 嗯 它是Aerism的 這個我跟妳講啊 好穿到爆炸 你一穿進去 就去 欸 今天奶奶不在裡面 你看到嗎 它的肩帶那個是什麼 防滑啊 舒服吧 是不是 而且 有個墊這樣子的 你講 防滑其實它也不會滑 因為它就是貼在你的皮膚 而且你這個一定要買 因為它穿上去的感覺 就好像有人擁抱著 哈哈哈 那我試我喜歡 哈哈哈 真的 然後它是這樣的 哦 嗯 它有分S&L 然後我本身是 拿S size 你可以去試啦 我這個是沒有試 我直接買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那麼大 哈哈哈 這是一點 很不錯 大家入手意見吧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 這次一樣 有能讓你們是 被我中查了呢 你們可以在 留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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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Let's go 哈哈哈 留言區 告訴我喲 如果剛好 你用到什麼 很好用的話 你們想要我去try 你們也可以在留言區 告訴我 OK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Excuse me 拜拜 再拍咯 Yeah